�.. 謝謝天謝謝地遇見了你 這一生的美好 為你而移 风里来雨里去多么干净 手向我眼想看温暖气息 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蜜 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 一千次轮回里扬长道理 手向我眼想看潮来潮去 多少的结局都随风散去 我和你天和地 相思在一起哪怕会分离 也要努力 多少的结局可在石碑里 我和你天和地 注定的相遇 哪怕要放弃 也要珍惜 阿湛 你出来呀 阿湛 你出来呀 公主 你别喊了 你请回吧 阿湛 你给我出来 公主 阿湛 公主 跟您说了 阿湛 你出来呀 她仲孝在这不便见你的 阿湛 公主 公主 王爷 朱叔 来 你先下去 是 阿湛 你怎么能不要我了 好像是你先不要我对吧 我 阿湛 你怎么能这么跟换民说话 这件事情 完全就是一个误会 你听我解释 事情的经过 就是这样的 是我母妃 对不住你 你可以打我 你可以骂我 但是幻云之所以嫁给我 完全是被逼的 你先得知道 阿湛 我没有背叛你 你不可以说离开我 你不可以不要我 你已经嫁给了我大哥 我跟你之间已经结束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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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真心要嫁给他的 按照 我们可以私奔 我们可以庞派这件一切 什么都不要 可是我不行 父皇已经忍诱了我太子之文 我不可能什么都不要 最重要的是 我无法忍受我心爱的女人 嫁给了我的哥哥 有事公主 请你帮我吧 我已经跟你解释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还要这么跟我说话 阿湛 高瞻炎至于此 常山王 常山王妃 二位请回报 阿湛 你站住 我不许你这样跟范云说话 东野 你让开 别管我们 你知不知道 范云这几天哭了多少次 你知不知道 他为了你连公主的身份都不要了 你 你怎么能那么说他们 我说过 所有的罪过都由我来承担 你不能不要他 快答应我 你会跟范云一起走 你快说 大哥 范云嫁给你 你很高兴 从小到大 你都喜欢范云 可是你从来没有跟我争过 我们兄弟两人 一直相亲相爱 从来没有哄过你 可这一次 你却为了他 多少踏骨 大哥 我不是无情无疑的混蛋 范云的背后受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伤 我都懂 可我能怎么办 我们俩要是走了 那我们的大旗该怎么办 梁国又会怎么样 父皇要你们俩的孩子继承梁国 如果我现在带着幻云一起私奔 别说梁国 就是我和你 谁还有脸在做这个皇子 父皇百年之后 谁来支离大旗 我和怀云今生的缘分 早就已经定了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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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那么的般般的 大哥 我这辈子都没有求过 我现在只求你一件事 答应我 赶快带幻云回去 好好过你的日子 如果你觉得心里很对不起我 那你就好好地对他 照顾他 关心他 别让他受罪 别让他难过 别让他生病 你答应我 这本来就应该是你来做的 一切都结束了 过去 自从母后驾崩之后 我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快 你就当我爱上了别的女人 彻底忘了我 我高瞻对天发誓 从今以后 我和你只有淑嫂之意 再无难以至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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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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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这 玉皇后去世 娄贵妃马上登上了皇后之位 参见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啊 啊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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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柔氏害死了玉皇后 她竟然还跟我父皇密谋 说等父皇百年之后 就把皇位传给我和高雁的孩子 此事千诚万全 梁王十九归国后 因为追随叛军侯景 而被抄了家 之后 为了活命才说出这个秘密 难怪 难怪阿湛他一直都不肯回京 原来我嫁的 是他仇人的儿子 天哪 他怎么可能会原谅我 长山王殿下是无辜的 所有的事情 他并不知情啊 我对天发誓 老师 我一定会杀了你 我要为阿湛报仇 我要为我自己报仇 你这一病大半个月 人都瘦了一圈 不好好休息 还在写什么文书啊 姑姑 我不写哪成啊 我病了这么久 斯宝斯的事全靠玲珑他们撑着 所以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把这些文书全都补齐 其他的 都先一边放着吧 你呀 何必这么较真呢 就算他是长广王殿下 你们还是可以 姑姑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了 你跟他都是通过生死的人 不能因为一时不开心 就把这好好的姻缘给断了 再说跟他在一起 也有什么不好的 他可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长广王殿下呀 没那么简单 姑姑 你知道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 我虽然气他 对我隐瞒自己的身份 但是气过几天 也就没事了 只是 他为什么是长广王呢 他以前跟我讲过 他的亲娘 是被他继母给害死的 而他 其实是他父亲 内定下来的继承人 只是因为继母的阴谋 才不得不把家业 让给他注定要遭死的大哥 他 他当真这么说 姑姑 现在您明白我在害怕些什么了吧 如果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 这些根本就不算什么 可是 没错 他是长广王 如果我跟了他 说不定我爹了冤案 他只要稍稍动动手指头 就能够全部解决 可在他身边 除了有荣华富贵 还有数不清的宁枪案件 血雨腥风 你别难过了 难怪萧贵妃 会下这么狠的毒手来对付你 原来是这样 是因为什么 我是不会出宁的 你先别着急给你爹报仇的事情 保住你的小命要紧 没事的 没事的 姑姑 皇上身边的园服 悄悄来过一次 他跟我说 要我安心待在宫里 还说 贵妃那边以后不会再躲我怎么样了 姑姑 您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要是他真的想杀我 应该早就动手了 皇上怎么会知道你们的事 难怪长广王殿下救你的事动静那么大 竟然皇宫没有一点消息 皇上是拿我当朋友 才帮我这个忙 不过这些天我也想通了 就算是我撞了大运才进了皇宫 但能考上女官 也全凭我自己 所以 我会当之无愧地留在这皇宫里 不靠皇上 不靠长广王 不靠太后或是楼上事 全凭我自己的真本事 堂堂正正地升官 堂堂正正地为我爹报仇 不靠长广王 玲瓏 前些天我去营造部 我发现有管精气的 有管玉气的 怎么就没有管瓷器的人呢 哦 宫里的瓷器啊 都是由内府局管着的 京城里的刘家和陆家 以前都是在户部挂了号的皇商 专供着宫里的瓷器 只是 打去年年底开始 陆家的瓷谣出了事 内府局的人 又嫌咱们大齐的瓷器不好 所以 就从陈国的几个名谣里买货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哎 对了大人 您不是认识内府局的朱少监吗 最好的瓷器都在他那边 上次 我给先皇挑陪送进皇陵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亲眼看到一尊 鸡首的三足香绿 那雕花啊 镂空啊 简直是绝了 雕花镂空的瓷器 还是三足几手的 不可能 雕花瓷在东汉的时候就已经失传了呀 陆大人 陆大人 楼上士请你去一趟 好 我马上过去 上士大人 陆真到了 下官参见上士大人 上次都说好了 别这么见外了 怎么样 现在身子好利索了吗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谢谢大人关心 哎呀 上次都是我的问题 才让王璇钻了个大空子 皇上虽然叫大家封口 但我还是听见 当天救你的 是长广王殿下 大人您也知道了 陆真啊 陆真 你可瞒得紧哪 原本我以为长公主送你进宫 是为了服侍皇上 没想到原来你的目标 居然是长广王殿下 大人您误会了 我和长广王殿下并没有什么关系 还想瞒我 那天晚上在太叶池旁边 我可听得清清楚楚啊 大人您确实误会了 那天晚上我是跟长广王殿下 在太叶池边见过面 不过那可不是我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 皇上故意叫你那样做 大人 我可什么都没说 好 我明白了 皇上这步棋 走得可真长远哪 可不是吗 长广王殿下既然已经出宫了 我的事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别的事我不管 可是这一次 你让萧贵妃和王玄又吃了一次暗亏 你可真有本事啊 那当然了 现在全内事局谁不知道 就属大人您最关照我了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爽快 这次我找你过来 是想让你帮帮我 看看开春时候的采买单子 到时候我们出宫 也能帮我出个主意啊 楼上是让你帮着看采买单子 那他还真是开始把你当自己人了 姑姑 您说明白一点 楼上是之所以能这么风光 就是因为他的上头 除了有太后娘娘这尊大佛 自己手里还管着内事局的采买 每年内宫里的衣料 碳米和金银 哪样不是油水大的金人呢 上次户部来内事局清账 就属你这丝宝丝没有一点问题 我看他是看中了你礼账的本事 准备好好拥有你了 原来如此啊 你可得警醒着点 千万别为了点迎头小力 把自己折进去了 你口口声声说 要凭自己的本事升官 可你要是夹在楼上室和王上仪的 手指缝里往外钻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您放心吧 我今天告诉楼上室 好几个便宜的货员 保证他能大赚一笔 再说现在 他以为我是皇上派去监视长广王的人 就算我有点小纰漏 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你说 你是皇上派去的人 你是为了替长广王宅清麻烦 才这样说的吧 我也不知道 可能只是习惯了吧 我听说 你在司宝司干得挺好的 怎么这会儿想起来看我了呀 其实我早就想来看朱大叔您了 这是赣州之府 敬供给太后的温林云雾吧 看来呀 最近你得了不少的赏赐啊 借花献福而已 大叔啊 您看 我这么讨好您 可是您对我就没有这么好了 瞧你这话说的 我要是对你不好 能让你在我的内府局里 这么乱转呢 我能把桃要借给您 可是您从来都没有告诉过我 您认识一位 会烧制雕花瓷的高手啊 你怎么知道的 我也是之前听别人说的 先皇去世的时候 您亲手挑了一件 三族金手的雕花香绿 做陪葬 三族金手的样式 是最近二十年 才开始有人烧制的新花样 可镂空雕花的故意 自打董卓战乱之后 就已经失传了 现在市面上流传的那些雕花词 都已经是几百年前的古物 如果不是您认识 雕花瓷的高手 又怎么会有这种 既是三族金手 又是镂空雕花的宝物呢 你呀 果然不负我的众望 冰雪聪明 聪明啊 你自己看吧 这里是我所有的雕花词 这绝对是前几年 才烧出来的新词 我还以为这项绝技 早就已经失传了呢 大叔 那位高人在哪啊 能不能介绍给我认识一下 想必你也知道 这雕花词 它是出自西汉丁缓大师 向来只在丁家嫡系后代中传承 只是啊 自打我进宫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已经知道 此项绝技 怕是已然后继无人了 大叔 难道说 这些雕花词 都是您自己 不错 那大叔 早知道我烧白词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地向您讨教讨教 你想啊 白词配上雕花 那岂不是比玉雕 更加漂亮 更加大气吗 哪有那么容易啊 单说这雕花词的记忆 向来不传外人 就算你真心想学 没个一年半载 那也不可能知道里面的奥妙啊 大叔 陆真有一个不情之情 讲 您知道 我也是个爱词之人 如果您不忍心 让这项绝技失传 何不传授给我呢 我已经说过了 丁家的祖先有一讯 这项绝技 只传丁家嫡系后代 可是您也不姓丁啊 那是因为我母亲 她是丁家最后一位嫡女啊 那不就结了吗 既然朱太夫人都已经破例 将丁家这项绝学传授给您 那您又何必没守成规 让这项绝技后继无人呢 可是 大叔 当初我告诉您 稍白词诀窍的时候 您还夸过我 不会藏私 有大家气度 可是现在呢 您却是这个样子 好好好 瞧你这一脸的委屈 我就教你两手 再说好了 咱们俩那是相互切磋 用不着搞什么师徒名分 谢谢大叔 那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呢 这 你呀 大人 这是您雕的 真好看 这样子倒是挺好看的 就是这雕花 这雕花还不是那么细巧 对啊 原来问题出在雕花上 难怪周大叔不肯正式 收我当土地 原来他早就知道了 就凭我这点本事 就算知道了烧雕花词的工序 也没本事做出真正的雕花词来 这雕花可是见功夫活 咱们营造部的那些宫女啊 个个都是练了七八年 才敢上手雕育的 七八年啊 玲瓏 你带我去找那些会钓鱼的宫女 嗯 你带我去找那些会钓鱼的宫女 这就是你要让我看的试制品 嗯 朱大叔 我是请钓鱼的宫女 和我一起在泥胚上试了好多次的 可没想到这泥胚和鱼 实在相差太多了 无论我们怎么钓 也钓不出一只整的来 所以我们就先烧出去碎片来 让您看个意思 你倒挺会取巧 哈哈 但是 这瓷雕和玉雕啊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是啊 朱大叔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这雕花瓷的精髓 就在雕花这两个字上 如果不会雕花 就算再会烧瓷 也是根本没用的呀 如此可教 当初啊 我没有直接收你为徒 就是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现在看来 既然你想得到 请玉雕师傅来帮忙 就说明你的思维够开阔 够做我徒弟的资格 徒儿拜见师傅 起来吧 姐姐 都什么时辰了 你怎么还不睡啊 这是什么笔啊 给我看看 这个笔好重啊 这是用切实做的笔 我用它来练习雕花的万里 姐姐 你终于肯对我笑了 这些天 我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呢 哇 你的字写得可真美 简直写得比长广望殿下还好 没想到 说呀 你继续说就是 你还在生他的气啊 我不但生他的气 我还生你的气 我问你 你明知道长广望殿下的身份 之前为什么一直瞒着我 我不是故意的 都是那个袁陆 袁陆教我千万不可以告诉你 再说 高大人他是长广望殿下 他的话 我哪敢不听啊 是他逼我的 不然我早就告诉你了 好了 看你那副样子 我不生你的气了 可是你既然犯了错 那就必须得罚 罚 那我就罚你 从今天开始 不许吃一口酥 妈 姐姐你不能这样的 我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没得商量 好不好 姐姐 这么重的东西 你还能拿着写字啊 你都已经当上了女官 干嘛还要这么辛苦啊 杜思义入宫二十年 当年入宫的时候就是六品官机 到现在还一直没有变 女官想要上升一个位阶 比登天还难 可我除了烧辞什么都不会 如果不再继续精英求精的话 不知道等到哪年哪月 才能更上一层楼了 这手法是对了 以后就要好好地去练 什么时候能在蛋壳上 雕出一朵花来 你呀就可以在做好的瓷胚上 雕花了 那我就回去好好练习 大人 太监大人传旨 令内府局各街官员 齐聚合驴门外 迎接长广王和长公主殿下的车架 哦 长广王殿下终于回来了 没事多出来走走 是啊 是殿下啊 停 参见长公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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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不忍心 看他这样花样年华的姑娘荒废在边中 所以才把他带回京城 想替他找个好夫婿 对了 关于新罗军那边的情况 陈帝拟了风秘车 这两天有空您看看 阿湛 家敏还在这呢 怎么谈起宫事来 黄姐 阿湛他对军国大事 一向比朕都还上心 阿湛 这一路走来 你还好吧 多谢皇上关心 陈帝一切安好 皇上您呢 还有后宫的人可都安好 您放心 有阵在 他们平平安安的 好 香儿 你看看你都瘦了 咱们俩呀 有大半年没有见面了 今天呀 可得好好乐一乐 是 这位 就是沈国公府的二小姐了 给太后娘娘请安 皇上接着还说了 按辈分 您也算是我的表姑妈了 可认真一看啊 您比我那几位亲姑妈 还要年轻 瞧瞧这小嘴儿 多会说话呀 人长得也像牡丹花似的 咱们宫里的姑娘 这么一个比得上她的 瞧你说的 我也就是长得 比别人稍微好看些 其他的 无论是仪态还是学识 都根本没法子 跟公主表姐比 快快快 人家小姑娘 都变这番地夸你呢 还不大方一点 赶紧送你点东西呀 母后 送再多的东西 又有什么用啊 儿臣是想 我今 闭上一世一样